阿里路亚,我属于耶稣的,我全部属于耶稣的 阿里路亚,现在你觉得怎样? 很远,很辛苦 你那个辛苦的同志才比较呢? 更辛苦 即是他现在找起那些邪灵 一个过程他找起那些邪灵 那你就便决拒绝 那你想回你以前拜偶像的时候 那种心态,我奉耶稣和我断绝这种拜偶像的心态 断绝这种要从偶像身上得到帮助这种心态 我奉耶稣的名,所有他的遥语 去文武庙,去狼武庙 希望得到祝福这种心态 奉耶稣的名,我要断绝这种心态 这个心态离开我 我是奉耶稣的名,断绝和这些邪灵的关系 他们要离开我 奉耶稣的性命,文武庙的邪灵要出来 奉耶稣释放我,耶稣医治我,耶稣迷我 多谢耶稣,耶稣和我一齐 耶稣和我一齐,感谢耶稣,感谢天父 我不要观音 还有呢? 还有呢? 那些是凡太岁都要走 我不要,凡太岁都要走 我就是要耶稣,耶稣可以帮我,耶稣救我 耶稣可以帮我,耶稣可以帮我 我看见了凡梁,中间有一条白通道的 是好像有些霧,很轻微的,很光的 我就见到这样的迹象 我更加信耶稣了 还有我女儿就很顽固,很不听我说 和姐姐相处,怎样哄她都不行 我祈祷短短两三日之间,我女儿就好了 态度连对我都好了 还有呢?对那姐姐呢? 那姐姐和她认错初时,她都不理睬姐姐 都很猛对着我发脾气,闹姐姐又成的背后 但自从我提了好之后,很短很短 那两三日三四日之间呢? 然后我发觉她开始越来越转变了,已经 我有问过她,以前问她,她不探阿妹的 我有问过她,很想好气,问我什么时候 我说,不要啦,你出心,不过你刚好真的病了 她又很不舒服,我说,你好了再说好不好 我要你出心,我问你 之前问她,她都不喜欢的 其实我骑了岛之后,我问了她真的喜欢了 我是没有讲大话,也没有骗耶稣 我是具具属实的 耶稣给我是很大的能量,很大的力量 我很感恩,很感恩耶稣 现在令我的弟弟都改变了 我讨告过,从耶稣说过 我说,希望我都感染到那个弟弟 都奉献耶稣,但我不会逼她 不会强求,要她自愿的 我跟耶稣说过 我说,你帮我带着她 我说,你感染她 我想她走这条路是好的 我也都求过耶稣,她救十八岁 希望她正正经经地找一份工 我也有跟女儿谈过 但我没有跟女儿说过 我只是说,祈祷帮她 没有说过她 求耶稣帮她 找一条工或者怎么样 她靠自己也都 没有说过这句 但是我心中求耶稣 但我觉得她说好,她会答应我 我说好,就有几个月时间 我真的很感恩 我每次祷告完 我的心是舒服的 因为我说归向神 我要你走 我不要佛 现在都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很远 很远 我觉得这里比较松一点 但是脚 对啊,没错 而且脚没有那么 对啊,没错 没有那么厉害 好像东西扯 正在那里很厉害的 是 扯得我 而且发症 也不是腰痛 还有那个魂呢 有没有减少了 减少了 就是松了很多 对啊,没错 而且手没有那么厉害 有厉害 没有在那边那么厉害 现在这里都有 但是这里就少很多 这里又少很多 你刚才说的,情味继 你觉得什么? 松得很厉害 松得很厉害 是啊 你叫我 我这样想 很松啊 真的很松 真的很松 感谢耶稣 我有一种 有一种感觉的事情 跟着好像要向前 真的有点松 不是骗力 是啊 跟着 袁牧师有一次 帮我祈祷 隔空祈祷在电话 但我都感受到一些事情 有云 有不舒服 然后跟着 第一天 林才很有趣 就跟我说 他说 我见到很光 他说十字架下来 我听到那时 心多开心 但是其实我都见到的 说真的 不过我就没有出声 我本来当时想问他 突然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 正在做事 或者怎样都好 是没有问到 第二天他们来 我就问 问他 他指的位置 和我的位置一样 我还看到远一点 近着我儿子的书桌 都是有光的 是特别光一点的 然后跟着 迅玲就教我 他说你试一下 向这个位 他说你祈祷 没有跪在那里 我有听过信玲说 第二天又是这样 但是很乖 跟着我睡觉了 晚上 我最记得那天 好像是两点多来的 醒了 我睡觉 其实我不知道 是不是发梦 还是怎样 但是我真的很肯定 我睁大眼睛 也都看过 有两条曙光在那里 是一眼一眼 灯海红色的 是黄灯淡 是很多个 很多个是两个 中间有一条通道 是很光的 但是我觉得很出奇 现在我是有这样的现象 还有我发觉我祈祷了之后 我和耶稣有些说话 说了 懺悔 还有我觉得他很应验 很靓 很准 还有我个第二女 和那个拉女 就不对的 她们很厉害的 探病都不肯探我姐姐 我提一下她 都发脾气 或者某一样东西 接着我在祈祷那里 就和他们两个祈祷 说了 希望耶稣会帮到我 天父都可以 给我幸福 我一家家 但是我觉得 是真的应验了 在我家庭 耶稣也都 我感觉到 她降临了我家 还有那个妹妹 现在就好好了 那些态度 如果姐姐打电话回来 她用手势 或者她小小声和我说 我想和姐姐 聊电话说 她从来就算我提 她都不喜欢的 已经 是很猛发脾气 自从那些大兄姐妹 来过我家 之后 他们教我这样祈祷 跪在到一点 我觉得是有进展 我是很开心 亦都和耶稣说过 很感恩 我希望耶稣再带给我家 和幸福 和我的兄弟姐妹和睦 和相处好些 和大家的态度都有改变 我亦都想改变我自己的态度 或者我以前真的很恶对他们 我希望 我现在都希望 信了耶稣之后 我希望增加我自己 和子女的关系再好些 和改变 读《奇缘土》之后 我放松了很多 和叶牧师帮我 赶走一些邪灵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会暈 试过有咬 和那只脚和腰都很不舒服 然后他帮我再做 和帮我念 祈祷那些 开始放松了我很多 腰和脚 和始终脚仍然很冤 有些很想出来 和试过也扭着我的脚 但是后来 结宗都是帮我 把我趕走那邪灵的时候 怎样抬着你的脚 抬着我的脚 好像有些东西扯着我 扯着我 很不舒服的 即是他不想走 我想是的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我不是很懂这些 但是帮我祈祷完肚之后 有一段时间都很放松 很舒服的 还有等我舒服些 等耶稣都会帮我 我很相信 现在 每一次应验了我 只是我那个女儿 拉女儿和第二女儿 已经是应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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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